今晚热点透视带您来看到台北市公馆商圈知名的老店陈三鼎金船歇夜 这家排队名店已经是两个礼拜铁门申锁了 让不少民众观光客都铺了空 甚至传出物品已经搬出打算熄灯的消息 不过到底原因是什么呢 理事长怀疑说可能是跟10月份的小强事件有关 不过真相到底如何恐怕只有店家才知道了 知名的公馆高软件名店陈三鼎目前已经把铁门拉下来 而根据了解他们就两周时间都没有开门做生意 大门口成了临时停车区被整排机车停满 这样的景象已经连续好几天 让想喝的民众频频扑空 联系两个礼拜六来都没开 应该是哦 不然礼拜六礼拜天生意是最好的啊 只是看看公告写着周日公休却没有其他资讯 但这回似乎不是单纯放假 而是传出歇业消息 两个礼拜嘛 之前有干过吗 没有 比较薄草 比较低调 你关闭了吗 关闭了 啊 很吻 不少民众正在店门口议论纷纷 不敢相信人气老店就这么关门 还有人拿起手机相机拍照 因为对比过去几乎都是大牌长龙 如今没有营业仙的有点冷清 他们这也是租的 租的这一间好像分个两千还是三千 有听人家说好像它里面东西有个 有些说好像有在搬 其实这家店老板早期还在卖乳味 但因为生意不好才改卖粉圆 意外成为排队美食 只是争议不断 2016年先被指引没开发票 2017年6月还被台北市卫生局公布 用的碍玉违法添加防腐剂 今年10月还被爆出营闹里有蟑螂 但到底什么才是传说老店锡灯的关键原因 真相不明难免引人好奇 记得我今天未成特别报道 你们不想不能不能不能不断 你不是不认为小家划 坡凡奇 我认为小家划